有人說 有這麼好的事情 為什麼我都沒有感覺到? 各位 要知道 我們今天講念佛 並不是看我們的感覺的 我們看 剛才我們讀的《阿彌陀經》 佛是怎麼說的啊 佛就說 我們這些眾生 就是要相信念佛的功德是這麼不可思議的 佛沒有叫我們要感受 各位 佛是要我們相信而已 當我們相信了就是了 因為有時候 一些事情的發生 我們普通人 那是感受不到的 各位不信 是吧? 好像你們現在 有沒有感受到這個地上在動 不要擔心 我不是講這個地震 其實 我們這個地球 就算它是沒有地震 但是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地上 都是24個小時都在動的 如果說今天這個地球沒有動 那我們就不會看到白天跟晚上了 是不是? 各位 你們每天看到太陽 從東邊升上來 從西邊下去 請問這是太陽在動 還是地球在動呢? 是地球在動嗎? 因為是地球自己在轉 自己轉了一圈 就是一天白天晚上了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地球 站在這個地上 是每天 每小時 每一分 每秒都在動的 上次就看到這個報告 地球一秒是動了400米 一個小時走動就1600公里 我們平常開車 110數就是要超速了 但是 地球轉動的速度是1610數 但是 各位 我們看 我們竟然一點感覺都沒有 甚至還會錯覺以為這是太陽在動 不是地球在動 所以不要以為說 我們沒有感覺的事情 就一定沒有發生 因為有些事情 那是我們人無法感受得到的 像這個地球轉動 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就是感受不到 那念佛的功德 就是這樣 佛說念佛 是很不可思議的 就是說 念佛的功德好處 它是超越我們能夠感受得到的 所以才叫做不可思議 我們感受不到 那也是正常的 這就是不可思議嘛 像以前 人家說過一個故事 你看 那個故事就是講到 本來有一隻水鬼 要找這個替石鬼的 但是 剛好那個人在河邊喝水的時候 他隨口就念了南無阿彌陀佛 結果那隻惡鬼就被擋住了 就靠近不了他 但是 那位喝水念佛的人 你看 他從頭到尾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當時的他還是喝醉酒不清醒的 他就是這樣子喝醉酒不清醒 在河邊喝水 隨口念佛 結果就把鬼給擋住了 但是這樣念佛還有效哦 我們看 這就是不知不覺念佛得到好處 他自己不知道的 但是卻得到好處了 還有 上次給大家講 這個理髮店的公案也是這樣 你看 理髮店的人在自己的店裡念佛幾天 結果就被一位雅巴發現到有佛光出現 把他對面在殺豬場被殺的豬 接到極樂世界了 各位 你看 如果今天沒有那個雅巴 沒有把自己所看到的事情描述出來 那位念佛的理髮師 他自己也是沒有任何感覺的 但是就是發生的 那櫻光大師也有說過一個故事 也是這樣 當時 有一位廚師 就被聘請到了寺院來煮飯 但是廚師本身 他是沒有信仰的 沒有念佛的 人家在佛堂的念佛 他就是在廚房煮飯 一次沒有去過佛堂 結果沒有想到 當一位親戚即將過世的時候 他看到這位廚師身上有光 然後就跟他說 你把身上的佛給我 那我就可以離苦得樂到淨土了 那廚師說 我從來都沒有念佛 怎麼可能有佛呢? 有人跟他講 雖然說 你平常是沒有念佛 但是 每次你煮飯的時候 都有聽到他們共修念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 那這樣也算? 那廚師就好奇說 這樣也算嗎? 是啊 你這樣隨便聽到佛號也算 結果真的 他就這樣超度他過世的情人到淨土了 各位 我們看 這個更是糊裡糊塗 完全沒有察覺到自己已經沾上了佛號的光了 但是 他還是得到利益 要不然 他一個沒有學佛的人 又怎麼可能可以超度他的親戚呢? 就是念佛的功德起作用了 所以佛說 我們真的要相信 念佛的功德就是這樣的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到 連那個無逆十惡 完全沒有個人的修行功夫 功德的人 只要念佛 都可以得到利益 這是我們要相信的事實 跟我們有沒有感覺 感受是沒有關係的 當我們念佛有感受 可以 但是念佛完全沒有任何的感覺 覺得乾巴巴的 同樣也可以 我們就是相信 不管怎麼樣的念佛 照樣的管用 佛說的 儒等眾生 當心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以一切諸佛所護念 有人就懷疑說 我將諸夜深中念佛行嗎? 我念佛的時候有妄想 真的可以嗎? 那佛就會說 儒等眾生 當心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以一切諸佛所護念 又有人說 我什麼都不會修 只會單單念一句佛號 真的能夠起作用嗎? 那佛還是說 儒等眾生 當心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以一切諸佛所護念 可能過後又再懷疑說 那我臨終昏迷 不能念佛 要怎麼辦呢? 那佛還是那句 儒等眾生 當心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以一切諸佛所護念 NAMO AMITO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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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靠阿彌陀佛願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導大師 所開創的淨土宗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響最為廣大 持久 深遠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納百川 成為各宗共同的歸宿 律師辅馨 字幕依然無法規定 因為你沒記者 有請定了 能否定 而發送